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动本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上月上涨了1.08% 分析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因素 统计总局表示 由于国内汽油价格调整影响 使用汽油或间接使用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群体都同步上涨 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具体来说 9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3.54% 油价上涨了近6% 驾照费上涨了1.8%以上 不过 据专家预测 很可能从10月至12日 通胀将逐步减少 年平均值将在3.3%到3.5%之间波动 实现售数目标 需要严格控制利用机会提高价格的行为 克服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 需要经过过多流通环节的情况 10月3日 同南省人民委员会呆主席伍金德 向同南省公安 信富仙公安 刑事警察科和公安部 6号刑事警察科与胡志明市龙安公安单位的良好配合 在6个小时内 捕获了绑架儿童 协议人 据予特别奖励 仪式上省警察厅厅长阮世光少将表示 在接到冠于一名3岁女孩被绑架的消息后 同南省警察和士兵决心逮捕该人 并为人事确保绝对安全 上将还对当地机关于周边省市的公安单位的作战配合 表示赞赏 省人民委员会呆主席伍金德 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高度赞扬省警察部队和专业单位 为迅速逮捕犯罪嫌疑人 解救孩子所作的努力 未来的时间 省公安力量将继续配合有关单位调查此案 以法严肃处理 10月3日 同南省越南祖国阵仙委员会 去行仪式 接受变合七福古庙理事会 向同南省贫困户和困难群众增松的28吨大米 仪式上 在变合七福古庙理事会的见证下 越南省祖国阵仙委员会 向越南祖国阵仙省四个协会成员协会提供资源 其中包括成绩二恶印受害者协会 盲人协会 被敌囚禁的革命战士协会 协会向美单位资助劣势家属一吨大米 照顾有需要的成员 同南省越南祖国阵仙委员会 代表在仪式上致辞 对变合七福古庙理事会的贡献 表示高度赞赏 七国集团领导人 以及乌克兰的军国 和一些西方盟友 亦承诺 在于俄罗斯的危机中 续续支持乌克兰 领导人11月3日取行了 由美国总统乔·拜登 召集的在线会议 除借国集团外 波兰、罗马尼亚和欧盟领导人 也参加了会议 北大西洋共约组织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也出席了会议 他们讨论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最新情况 并重申这些国家需要团结起来 支持乌克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计划明年初召开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 岸田首相还呼吁各方 更去去年5月广岛 弃国集团奉会的讨论 帮助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实现和平 一辆旅游巴士 在意大利北部 惠尼斯附近 撞上一座利教桥 并集货 较成至少20亿人死亡 意大利新闻机构和电视台报道称 质量巴士冲出道路 并在梅斯特雷区的铁路线附近追会 该区通过一座桥梁与威尼斯相连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冠元昌 该车于当地时间10月3日晚上7点45分左右 从30米高处坠落到电线上起货 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 越南者是乌克兰和德国游客 20亿人死亡 其中包括意大利斯基和两名儿童 意大利总统乔治亚·梅洛尼 向越南者家属表示爱道 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只结束 感谢个关注 再会